净赚超千亿美元 石油巨头翻身了 近日 全球各大石油巨头 先后发布了其2021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得益于全球天然气价格暴涨 以及国际油价攀升至7年新高 各大石油巨头集体从2020的巨额亏损中翻盘 赚得盘满波 对比2020年各大油气巨头的惨烈业绩紧 BP 撬牌 和五大石油巨头2020年的总亏损 达到创纪录的760亿美元 作为行业活跃程度的重要参考数据 VCDNG的研究显示 全球上游并购交易 在2021年反弹至疫情之前的水平 总额达到1810亿美元 比2020年增长70% 2021年的总交易价值为三年来最高 接近2017年的2020亿美元 和2018的1990亿美元高位水平 此外 根据第三方机构最新预测 2月1日 埃克森美孚公布了其2021年第四季度 及全年财务业绩 开报显示 该公司第四季度营收为 849.65亿美元 上年同期为465.4亿美元 同比增长82.6% 净利润为88.7亿美元 上年同期净亏损200.7亿美元 全年业绩来看 2021年总营收2856亿美元 而上一年总营收1815.02亿美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打击了全球能源的需求 导致油价下跌 2020年埃克森美孚亏损惨重 全年净亏损高达224亿美元 成为其40年以来首次年度亏损 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 甚至在2020年初很严肃地进行了合并谈判 该公司总市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竞争优势和增加股东价值 作为净零队伍的新成员 埃克森美孚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低碳目标 埃克森美孚董事会批准了公司 2022年的资本支出计划 预计资本支出在21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之间 尽管在过去的一年 石油巨头撬牌经历了更名 监督甚至一度传言一差为二 探似风雨飘摇 公司业绩一元超出市场分析师的预期 2月3日 翘牌发布了2021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财报显示 在大宗能源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推动下 公司业绩大涨 根据翘牌发布的财报 在2021年第四季度 翘牌调整后净利润为63.91亿美元 而前一季度为41.3亿美元 2020年第四季度利润则为3.93亿美元 此外 到2021年底 翘牌净债务减少到526亿美元 比2020年减少了230亿美元 翘牌首席执行官班温德顿将2021年描述为公司重要的一年 并表示公司在这一年取得的进展将使公司更大胆 更快的行动 该公司还表示 相比之下 2021年股票回购总额为35亿美元 我们在2021年实现了非常强劲的财务业绩 我们的财务实力和纪律支撑着我们公司的转型 他表示 2月9日 道达尔发布了其2021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 第四季度调整后 净利润68亿美元 现金流98亿美元 2020年因为疫情导致原油价格和其他能源价格下跌 道达尔亏损72亿美元 此外 2021年该公司全年债务调整后 现金流为307亿美元 与2020年相比 增长74% 不过 一面是道达尔的巨额盈利 另一方面是欧洲能源短缺 民众能源负担增加 因此道达尔能源财务报告还未发表前就引发了广泛批评 2021年法国大选民调前十名候选人 唯一的一位环保党人士雅多先生表示 这是靠压榨法国民众正德的盈利 马克龙的竞选竟离美朗雄则说 必须剥夺股东的不义之财 面对能源价格非涨及环保人士的压力等 道达尔9日宣布 集团位于法国乡村地区的加油站将给出价格优惠 同时给使用集团煤气的贫困用户 100欧元的煤气支票 1月28日 许佛龙公布其2021年第四季度 及2021年全年财务报告 数据显示 许佛龙第四季度总营收为481亿美元 超过市场普遍预计的460亿美元 上年同期为252亿美元 同比增长91% 金利润为51亿美元 上年同期净亏损6.56亿美元 2021年全年雪佛龙总营收为1624.65亿美元 上年同期为946.92亿美元 截至2021年 雪佛龙经营性现金流为292亿美元 2020年同期为106亿美元 2021年自由现金流为211亿美元 2020年同期为17亿美元 能源危机推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的大背景下 2月8日BP公布了其第四季度及全年的财报 报告显示 BP第四季度净利润从前一季度的33亿美元 增至41亿美元 超过分析师预期的39亿美元 高出此前为菲尼推调查的分析师 立即的125亿美元 这是该集团10年来 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原因是疫情打击了石油需求 加上减击了65亿美元的油气资产 对于此次公司利润创下8年来新高 BP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鲁尼表示 过去两年 公司制定了新的目标 方向和战略 并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重组 随着这段变革的全面结束 公司现在只专注于通过安全 高效的实施战略来创造价值 鲁尼同时表示 未来公司将增加低碳投资 争取到2030年 将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削减40% 彻底改革该公司 BP承诺预计2022年的资本支出 将从2021年的128亿美元 增长至140亿美元到150亿美元 2月9日挪威国有公布了 其2021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艾克纳表示 受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推动 该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税前利润刷新记录 该公司第四季度经调整的税前利润 由上年同期的7.56亿美元 大幅增至150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计的132亿美元 调整后净利润为44.0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亏损5.5亿美元 随着全球市场从疫情中复苏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在去年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数据显示 2021年1月至12月期间 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了4倍 北海原油价格也上涨了50%以上 艾困的首席执行官安德索普博 由于持续改进和资本纪律 艾困的去年自由现金流达250亿美元 该公司表示 计划将2022年的股票回扣规模 从2021年的13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 预计 2022至2023年的资本支出约为100亿美元 年2024至2025年约为120亿美元 年 尽管在疫情期间 康飞石油出手阔绰 先后以133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康桥资源 以及95亿美元现金 收购荷兰皇家撬牌公司的二叠际盆地资产 但在2021年 得益于石油需求和价格的恢复 2月3日 康飞石油公布了 其2021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公告显示该公司2021财年第四季度 净利润为26.27亿美元 而2020年第四季度亏损8亿美元 同比增长440.28% 康飞石油首席执行官YNS称 2021年为变革年 该公司收购了康桥资源 和撬牌二叠际资产 同时通过分红和股票回购 仍将60亿美元返还给股东 该公司2月3日宣布 计划将今年的股东回报提高10亿美元 使2022年的总额达到80亿美元 比去年增长30%以上 国主席执行官IP mem掉